无策觉醒超越蓝绿白 人民要过好日子 总统总统赖清德跟新格魁卓龙泰 内阁人士的安排 人选也陆续的曝光 卓龙泰在今天早上10点召开的记者会 宣布了第二波的内阁人士 好我们就等一会儿来看看 有哪一些人在今天呢 人士曝光 那但是呢之前有一些 是不是口袋名单 因为呢也传出要接任的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包括了陆委会主委邱锤正 来接任 他是属于新潮流派系 那另外局系派系的 有教育部长郑英耀 这在今天呢 那卓内阁是已经公布了他的名单 那另外还有传出 在卓龙泰政坛的师傅 也就是现在驻日大使这个谢长廷 那他这个被 说呢是要来接任司法院长 这个部分呢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 还有一个就是外交部长 是由林家荣来接任 那是不是为了要派系平衡的关系 那之前传出的林家荣 似乎不太想接这个外交部长 但是因为呢赖清德三顾茅庐 还出手来说服 最后呢这个林家荣呢 跟这个赖清德也大谈的 台美的关系 他也说感谢 也期盼了美国政府国会 民间友人持续的支持 台美安全关系的深化 守护区域的和平稳定 我们来看到呢 那很多人就开始回应了 像是呢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嘉就说林家荣 未来是可攻可守 还可呢把现代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赶走 因为呢吴钊燮实在是坐太久了 罗志强认为说林家荣呢 他本来就是呢 根本就是赖清德新内阁的官场现行计 为什么呢 只问政治酬庸 派泄的平衡就是不问专业 我们来看到包含了这个联合报 在今天也有一份的分析 认为说这个国安班底呢 大风吹 是不是能够破两岸的僵局呢 为什么我们就先来看看 包含了国安局长 蔡明燕 国安局国安会的秘书长 是吴钊燮来接任 国防部长是顾立雄 退辅会主委严德发 所以呢我们看到 包含了时事评论的黄雅明就说了 现在呢还没有人事安排的 副隔魁郑文燦 会不会有季生燦 又何生龙的质感呢 因为现在你看到 林家荣已经有个位置了 外交部长 但是呢郑文燦没有位置吗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选就是 陈宗燕呢 是不是会重新入阁 好我们刚刚讲到说联合报 对这个国安班底的大风吹 有一些的分这个评论 认为说这个国安人士呢 清一色都是蔡政府的老班底 那不同的只是说 他职务上的大风吹 在过去八年呢 两岸关系呢 这个不前 那现在呢 有一同一批人来掌舵 未来两岸的僵局 如何有效的突破呢 这是赖政府的高难度的考验 好我们就回头来看看 今天呢 由卓龙泰所宣布的 第二波的人士 内阁 内阁的人士 包含谁呢 包含的就是 这个法务部长是郑明谦 那交通部长李孟燕 另外呢 内政部长是刘世芳 工程委员会主委是陈金德 好但是其中也是有一些些的争议 包括了这个郑明谦 他是在办过林次庙 还有高宏安的司法案件的 另外呢 陈金德呢 他因为农舍违建的争议 官商部分遭到了监察院弹劾过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是有一些的争议 那中国时报 今天有一篇的报道说 这个赖清德是用人为亲 台南高雄邦呢 再受到青睐 他说呢 这次的内阁人成员呢 不少是来自于台南邦 还有高雄邦 赖清德其实呢 没有用人是为亲 而是用人是为亲 所以呢 熟悉信任感呢 是一个很大的考量的因素 这次用人呢 逻辑甚至呢 还被说成的是 报恩内阁 曾经来帮助他选举的 这些亲近的人士 另外还有就是吴子嘉也认为说 这个陈宗燕呢 是不会入阁的 但是呢会有肥缺 不会在政府的方面 可能会用他的老婆 他的儿子呢 的名字来用 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 大家在分析 除了今天公布第二波内阁之外 那第三波是不是包含的 外交部长 司法院长 还有陆委会主委 这些名单在第三波 就会出现了 好我们来看到 因为媒体的报道说 赖清德有意要找 朱日代表谢长廷 来当司法院长 而对此呢 赖世宝就认为这个名单非常不适合 好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林陈佑来告诉我们 好主播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现在赖清德呢 一手在布局整个内阁团队 那么另一手呢 有报导指出 传出赖清德想要来找 朱日代表谢长廷 来当司法院长 而且呢 谢长廷本人的意愿 也非常的高 因为呢 过去谢长廷 曾经担任美丽岛的辩护律师 司法改革 更是谢长廷 下一个阶段的人生目标 但是听到这样的一个人事布局 国民党立委赖世宝惊呼 他听到这个名单 差一点从椅子上面摔下来 我们来听赖世宝的最新说法 我昨天看了一下 差一点没有从这个椅子上摔下来 这个他政治性格这么高的人 怎么适合当一个司法院的院长 各位不要忘了 司法院的院长 基本上要主持大法官的会议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大法官的私信案 这个大法官是人民权益受损 最后的一根的求救的服务 所以他主持这个会议 司法院长非常重要 司法院长应该尽量的 不要用政治人物出身的 用学者啦 用这些专业的 比如法官出身啦 或者法律区的教授 资深教授出身的 可能会都会比较适合 谢长廷真的非常不适合 特别到在驻日大使的期间 完全是站在日本的立场 替日本讲话 这不是说去日本替台湾讲话 这样的人来当司法院长 我觉得国人不能接受 好你可以听得出来 赖世保对于这个人事布局名单 是非常的不认同 因为认为谢长廷过去是担任驻日代表 是驻在日本的代表 结果谢长廷把驻日代表当成什么 帮助日本的代表 而不是真正来为台湾人的权益发声 而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都是在帮日本讲话了 那会不会现在转过来接 这个司法院长的话 恐怕也是有关于大法官事件 就是完全听从赖政府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坚守司法独立呢 而且有关于这个谢长廷之前被推荐 要来担任大法官 那没有顺利出现 结果呢现在就换一个位子 来接司法院长吗 相信这个人事布局 背后也会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这样是我们这一节的国会最新 谢长廷要来接司法院长吗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 发表您的看法 而还有就是呢 林佳龙要入阁的话 那么这样是呢 赖清德任内第一位的外交部长 立委刘许廷就批评说 这真的是完全看不懂赖清德的用人逻辑 认为林佳龙呢没有外交的背景 根本就是外行领导内行 还有就是立委蔡逸宇 他也坦言说 或许这个职位呢 跟林佳龙所想的有落差 但是不认为这是派系的斗争 而立委也原知认为 林佳龙可能一开始 觉得这个职位太低 所以不想接 但是最后被赖清德说服 我是目前为止是看不太懂赖清德的用人逻辑 因为当初这个选举的时候说要民主大联盟 说要跨越党派 但实际上他的用人看起来是连派系都跨不出来 就遑论跨越党派了 那我自己对于这个新内阁比较担忧的是 客观来说大家抛弃党派的立场 有完整行政历练的这些民进党的要员 其实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 比如说林佳龙的行政历练其实是非常完整的 结果你哪个位置不放 放到完全没有历练的外交部长 那当然被大家指引就是说 会不会变成外行领导内行 甚至上外交圈的人觉得很心寒 那就有这样一个状况 我没有觉得这个可以用派系斗争来说 至于佳龙 我相信可能跟他的期待有落差 但是佳龙也愿意来担任此刻 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的整个外交的情势 从蔡英文执政的这几年来 已经垫下不错的一个基础 那未来佳龙在外交部可以继续发挥他的长才 而且他也应该知道说 在台湾的这个外交这一块 一定是需要 有可以跟我们赖总统 那有一定的默契 然后来好好来执行未来的外交事务 林佳龙接外交部长这就是政治分赃 这就是因为 正国会的人认为说 在内阁正国会一直没有抢到好的位置 那分一分好像最后就剩部长级了 那一开始林佳龙可能觉得太低不想接 因为他毕竟已经做过总统府民主长 而且也做过交通部长 可是可能赖清德 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说服他 那林佳龙本身也很想做官 所以他就接了 可是我觉得最悲哀的是我们台湾人民 就是我们的官位 被拿来政治分赃 政治酬庸 让民进党好像当作派系平衡的一种工具 赖清德新内阁人士陆续的曝光 那么法务部长将有现任的 这个北检的检察官郑明倩给出任 但过去的最指标的就是 他办林兹庙的涉探案 还有起诉了高宏案的助理废案 蓝军就质疑说 难道是因为帮民进党打击了政敌 所以才高声吗 赖清德新内阁人士再曝光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正式同意出任 刑刑外交部长 不过第二波人事中 北检检察长郑明倩传出 将接任法务部长 更与赖清德渊源已久 2004年赖清德当立委 是因为指责别人逆向行驶 当时承判检察官就是郑明倩 还对三名嫌犯求处重刑 曾经主动的对赖清德表达效忠 这点非常重要 深获振兴 他以前在台南市长的时候 就要求对他个人保持高度的忠诚 郑明倩除了当过台南地检署检察长 在连镇署长任内调查林姿庙的贪污案 地检署任内 更起诉高宏安的助理非案 但有人质疑 相对NCC主委陈耀祥设毒职案 他却碰都不碰 难道是因为颜色对了 所以升官也快速了吗 这个不奇怪 当初起诉马云九的那几个检察官 统统高升 法务部已经慢慢的变成 统治者的政治大手 你只要对政敌起诉有功 就给你高升 要为政党服务 这是很悲哀的 这名前的好同学 就是现任检察总长 也是小英的爱将邢太昭 被蓝银贴上 靠着打马一路扶摇直上的标签 赖庆德执政 能有新技巧吗 华联大地震 身为总统的蔡英文 到第八天才去看灾 还说是因为怕总统伟安 增加地方负担影响救灾 但各界嘲讽 赖庆德可是大地震 当天下午就立刻前往灾区关心 等于用行动打脸蔡英文 因为伟安根本不是理由 新政府520就任 各界期待赖静德 摆脱蔡英文时代的陋席和包袱 能够迎来崭新气象 接着重要的女嘉宾 SNL做台北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